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已经正式投入运营 更多的相关话题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 月鑫 好的 一平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前夕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 新机场与首都国际机场南北呼应形成了优势互补 北京航空大放光彩迎来双机场时代 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都是怎么报道评论的 首先来看看法国法兰西西部报的报道说 吞吐量有望过亿 经过长达五年的建造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迎来通航 未来这座新机场将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到2025年大兴机场每年将容纳大约7200万人次 创造单个航站楼的世界纪录 到2040年吞吐量有望破亿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 到2020年中期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航空市场 我们再来看看英国路透社的报道 说大兴机场缓解了首都航运的压力 1958年通航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近年来在满足快速增长的客运需求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中国首都迫切需要第二个通往世界的门户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被定位为大型国际航空枢纽 能有效弥补航班时刻的资源缺口 新机场拥有先进的面部识别 智能安检和5G技术 在极大改变人们出行体验的同时 还能够大大缓解首都国际机场的压力 再来看看法国费加罗报的报道 给北京增添了亮丽的风景线 新机场目前拥有4条标准跑道 268个停机坪 航站楼拥有5座廊桥88个登机口 整个屋顶相当于25个足球场那么大 建筑面积超过了70万平方米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 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缝钢结构建筑 给北京南城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新机场的启用 也标志着往返中国首都的航空旅行 进入新时代 我们最后再来看看 俄罗斯媒体今日俄罗斯的报道 所谓中国发展注入新活力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是世界上首个拥有两个抵达层 和两个出发层的航站楼 航站楼地下拥有8万平方米 与高铁站及市中心 相连接的地面交通网 是旅客可以在20分钟左右 到达市中心 据测算 新机场国内中转只需要30分钟 国际中转只需要45分钟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投入使用 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国际的对接 为中国发展注入更多新的生机和活力 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 对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正式投入运营的一些分析和报道 一瓶好的月薪